大家好 今天去購買了一些玩具 想分享給大家 為了提升影片的質素 我特意去採購一些影音產品 結果我就買了這件東西 OSMO Pocket 其實這件東西早在上一次跟觀眾聚集的時候 有一位觀眾帶了這件東西出來 我覺得是非常吸引用來拍Vlog 拍什麼都好 這件東西小小得來 畫質也相當不錯 另外它有三軸防震 所以我心心給它吸引 結果我就決定買它 為什麼我這麼少拍Vlog 這麼少拍開箱片 主要原因是我現在的相機實在太大 其實我現在眼前的相機只是EOS M6 雖然它不是什麼大牛龜 但我已經覺得外面拿著它很重 而且最重要是這麼大部機拿著我感覺很不自在 很異常 所以我就在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細小一點 結果這件東西真的完全適合我 而這個產品好像都大概推出了半年至一年了 相信裡面的規格和玩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介紹過 所以我也不會再多介紹這件東西 純粹是跟大家開箱 然後拍一些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看 跟現在我眼前拍的相機的畫質上的穩定性 有什麼分別 對上一次出EFRIEND的影片 就被人説我拍照震的貓王 因為我現在面前這部相機的防震是比較一般的 而且我是沒有一個雲台去做一個防震 所以一邊拿一邊走就會一邊搓 而這個產品的好處是自帶一個三軸雲台 而且是非常細小 所以我就真的忍不住 再加上它真的很便宜 不過我就不賣太多廣告了 這次是自費的 100%是自己被人到來買的 所以我就不賣廣告 純粹是做一個簡短的開箱 我們事不宜遲 開了我本體先 另外這兩盒是配件 我手上的本體是否非常細小呢 它是用一個盒子裝著它的本體 一拿出來就是一顆非常細小的棍子 它的尺寸只是我一隻半的手指位 而箱裏面的配件亦不多 有一條Type-C的USB線 一個Lightning頭的Dock 一個USB Type-C的Dock 一條手機帶 還有一堆你從來不會看的說明書 我們先講一個本體 其實它這部機的操作是非常簡單 我就不做一個太多的介紹 講一講它為什麼這麼吸引我 剛才也講過它有一個三軸的雲台 這個就是它的雲台 這麼細小已經做到一個拍攝和一個防震的功能 現在它的鏡頭轉了幾天 就是進行一個開機的動作 現在的鏡頭是前置的 我只需要把它按三下就可以把鏡頭轉為自拍模式 非常方便 然後我就可以拿著這東西在這裡拍攝和路 走的時候上下廊左右廊都不會有非常大的震幅 因為它的三軸防震我實測過是非常好用的 由於我這些白癡不太懂得相機東西 不太懂得手條ISO之類的 這部機全部都是傻瓜模式而已 所以它的AutoISO各方面我按錄影鍵就能錄到 然後給大家看看它的畫質如何 另外它前面有一個位置是可以給你加Dog的位置 那你對應什麼型號的手機就插什麼型號的配件 例如我是iPhone的 那我就插一個Lightning頭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手機 放進iPhone那裡用的了 它本身機仔細細已經附帶了一個螢幕在裡面 但由於它的螢幕是正方形的 如果我們想看16比9一個比較大的螢幕的話 我們只需要放進電話裡 它就會自動有一個大頭的了 不過始終我覺得 每次放進電話裡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另外就加配了一些配件 另外加錢的當然就是 所以你看三盒東西裡面 我就有另外一盒東西 這一盒就是這個Expansion Kit 這個Expansion Kit 它總共包了四樣東西 由最簡單的東西說起 它包了一個32GB的MicroSD卡 再配一個大的SD卡Adapter 這張卡不是快卡 只是很普通的雞卡 你當它送給你用作示備 因為我們這部機是插這個小SD卡 看到這條隙子就插這個MicroSD了 另外這個Expansion Kit的第二樣東西 就是有這個滾軸的物體 它附加了兩個按鈕 其實它是一個手條移動你的雲台的控制器 我們其實只需要把這東西扑進去 那你就已經可以使用了 然後我只需要在這個滾輪轉它 它上面的雲台就會跟著移動 這個配件其實都非常方便 因為我就可以用這個Kit定點地 去拍一些Penshot 由A點拍到B點 下面有一個按鈕你拍一拍它 再調它就會變成 跳高和跳低 另外附加了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就是可以把它直接轉為自拍模式 還有一個拍外面景的模式 旁邊的按鈕就可以改變雲台的模式 總共有三個模式 第一個就是雲台跟隨 第二個就是撫按鎖定 第三個就是FPV 這些東西詳細我不介紹了 因為已經有很多影片介紹了 這個Expansion Kit有一個我最想要的產品 就是這個桌子 這個桌子一物易用 但是一樣東西 由於本身這東西 它下面是沒有任何底座 所以你放在這裡的時候 它經常都搖搖肉聚 很容易就會掉 我們這個底座只要插上去的話 它就會非常牢固地放在這裡 除此之外 這東西 也是一個藍牙的接收器 它直接是可以連接你的電話 我們只需要開電話的App 它就會有一個發現OSMO 我們用這個 就可以直接 在 它的OSMO Pocket 的App裡面 看到鏡頭裡面顯示的東西 你看到這麼快 就有了 已經看到那個畫面了 我就算來到這部機很遠 我都可以看到鏡頭在拍什麼 另外這個藍牙接收器可以直接拿來下載 把相機裡面的照片 製作裡面的照片 我覺得這些 設備是非常方便的 這個Expansion Kit 最後一樣配件就是一個 夾 這個夾可以扣到你的OSMO Pocket 然後你可以接駁一些自拍棍 或者一些 掛背包的夾 你就可以把它勾進去 然後勾進你的胸口 當作是一個 運動鏡頭 這樣用 不過這一樣東西我會比較少用 最大機會這一樣東西 可能我會駁到自拍棍 拉長它 因為始終這東西 它那個瓶是比較短的 如果我要伸長去拍一些東西 可能就需要用這東西去駁一個自拍棍 另外 有一件東西 就是我去買的時候 它送給我的 這一盒 就是一個 魚眼鏡 魚眼鏡一打開 其實是非常小的 而它的安裝方式 都非常簡單 只需要在這個鏡頭 直接 扣上去就可以了 它是一個瓶石的構造 我剛才說錯了 它不是一個魚眼鏡 是一個廣角鏡 不過我自己覺得 這個廣角鏡有一點缺陷 就是它非常容易脫掉 它因為只是用一個瓶石的接合 所以我曾經試過 就這樣關機 它扣回 它就這樣關機 會扣去右邊 它那時候已經會脫掉 瓶石的構造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我很快就弄不見這個東西 暫時的開箱就來到這裡 大家記不記得 剛才這個殼 我加完這些廣角之後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 這個殼 是裝不下 整部加了配件的機器 根本是完全洩不到進去 因為底座太大 另外中間的東西也太大 所以我現在的東西就變了沒用 但我無理由每次要拆掉 把東西散修修這樣放 結果我就想到解決方法 我就在無印買了一個 筆袋 我連招紙都還沒撕了 撕上去 這個筆袋非常適合 我只需要拆了底座 然後把這個東西 因為我不想鏡頭在外面搖來搖去 所以我要用這東西固定鏡頭 不過唯一缺點就是這裡的Kit會有一點外露 優點就是你不需要每次拆掉它 然後我把這東西塞進筆袋裡 然後把一些配件 例如這個底座放進去 把SD卡放進去 把USB放進去 然後把一些Dock都放進去 完成 非常輕鬆簡單 拉個拉鏈 這麼小的袋就已經滿足到我出街拍片之用 雖然我也很少可以出街拍片給大家看 我們這個Gaming Channel 但是有備無患 花好一些錢 為觀眾付出 你看我多划算 接下來我就會去一個朋友做兄弟 到時候就用這部OSMO Pocket去拍一些天黑 天光 室內室外的場景 看看 和我現在面前這一部相機 它拍出來的影片的分別是什麼 那我就不會做任何的後製的了 會直入直出的給大家看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這個手機帶呢 可以直接放在這個無印良品的筆袋上 我真的是天才 我們把它放進去 因為這個無印筆袋是沒有任何Logo的 我加上這裡就有一個 DJI的Logo在 所以這個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一個攝影的工具 哇好漂亮 現在覺得這樣改裝完之後 真的覺得自己真是天才 事不宜遲 我們去片看一看 這部機拍出來的質素是怎樣 哇完美 這裡太陽是剛剛好 小到我都打不開眼 就讓大家看看那個入光 拍片的質素是怎樣 另外再試一下收音 因為這裡附近是有些風聲 音樂聲 那看看我現在這個距離 就這樣用一個很正常的音量說話 會不會說收得不清 有人說 DJI Osmo Pocket 收音OK 我們要進了電腦才知道 嗨 嗨嗨嗨嗨 他這樣坐過鏡頭 我們待會看電話 他到前都會很濃 其實他也不覺得很濃 挺好感動的 咦 應該是很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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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好 比以前更好 另外有些叫聲 試試收音 由日休日落到晚上都試勻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水準如何 我覺得以一部這麼便宜的傻瓜機來說 它的水準是非常好 希望未來可以用這個鏡頭 拍更多的日常生活給大家看 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Sid